目前广电三法修正案台联党团提出 无线电视纳入闭载频道 引发卫星工会强烈反弹 认为公式圆明台客家台属于公共及族群频道 本来就应该纳入闭载 更质疑无线台早已数位化 但回归商业机制考量 明显图例少数民营商业无线电视 另外针对台联党提出 同样修法落实保障圆客两台族群频道 痛批是谎言 我真的呼吁各位朋友 就大家真的要赶快出来拆穿台联这个谎言 现在他们修法的方向是 把37条跟37条之一两条并起来 然后放到33条 所以33条的上半段讲闭载 下半段讲的是定评 那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 或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甚至于现在台联提出来的版本 通通都只是把刚刚讲37条之一 谈到原住民电视台的这个内容 把它只是抄过去而已 照抄过去 还是定评而已啊 微信公会批评 广电三法 正院版跟台联党团修法版本 只是将攸关定评 现行法第37之一原文照抄 对原民台并没有任何保障 认为不管如何修法 只是定评非必载 民众要看还是得付费 只要放在原来法条上的一个固定的定评 这个条文就好了 那只要说把德改成音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比较强制性 这样就说我觉得大家要来问的 不是德还是音 而是你到底对于原住民朋友的收视的权益 有没有改善的诚意啊 如果说一直这样玩文字游戏啊 我觉得真的原住民 对原住民朋友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根据卫星工会有限广播电视法建议草案 第33条指出 系统经营者应同时转播公式基金会 与原住民族文化失业基金会营运频道 应列为基本频道 不得变更形式及内容 但经中央主管许可者不在此限 系统经营者为前项转播 不构成侵害著作权免付费用 亦不得向订户收取任何费用 卫星工会认为这样的修法条文 才是对原民台有利 痛批台联党模糊焦点 强行闯关 广电三法 这周末拉斯鲁鲁台北市资料报道